警方晚上登門拜訪 不過同行的還有一個人 自稱是房屋代理人 租了自己租的房子 卻有人帶著警方上門 還要他們馬上搬出去 租越一共是八個月 是從十二月中 然後到八月十一還十二號 直到大概是七月十號左右 有一位自稱是真的乘租客的來 就是拿他們的權狀 然後帶著警方上門 要我們從那邊撤離 簡約陽台設計 搭配室內格局現代感裝潢 位在北市精華地段 新義區的移住公寓 一個月租金只要兩萬元 低於行情價 沒想到租客 卻掉進陷阱成了冤大頭 身為牙醫的黃姓男子和陶友 從新北北上工作 不得不在社群網站 找到一個月兩萬塊租金的 夢中情屋 但卻疑似找上了假房東 洪姓夫妻負責聯繫 背後還有一名房屋所有人 住了將近大半年 真房東代管人突然上門 才驚覺自己被騙了 希望還是能夠以一個 比較良好的溝通方式 去跟對方看能不能 好好理清這件事情 對方開出的 就對方希望是 能夠所求一些金額 但那些金額 我們覺得不是很合理 一夕間不只無家可歸 連家當想拿也拿不回 假房東未讓租客幸福 起初還拿出房屋權狀 證明言辭不假 編造一連串謊言蒙騙租客 就連附近鄰居身著里長 全都看下了眼 被指控是假房東的夫妻 暫時人間蒸發 卻也讓北漂青年 無意惹上麻煩 鬧得有家歸不得 靖新聞 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